字幕 BY 芳生 真的是結果真的是如他所說的 不會做家事 他這個真的是擔心 然后她要嫁 她也在拎包袱 也在整理她的包袱 那我婶婶 我婶婆就说 你看包袱要做什么 变鸡两刀 到时候 不可以煮 不可以变啥 不可以什么 我可以帮她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光和一加一》 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每一集的 《光和一加一》的戏剧结束前 结束的时候 都会看到我们的 这个片尾小语 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 婚姻这一条路 一走下去 什么风风雨雨都会遇上 但我不会认输 我会勇于面对 这个就是会预告一下 接下来我们的逼音师姐 她可能会面临到的婚姻路 我们今天欢迎两位 来跟我们分享 首先来欢迎的是 本尊逼音师姐 全球大人的观众 大家好 欢迎我们剧中的一爸爸 我们欢迎文山 主持人 主持人 师姐 还有我们所有大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崇文山 父女 父女 这个相处久了 当时候爸爸要续选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很不好过的 可是这个时候 换成女儿要出嫁了 文山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爸爸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几乎每一个为人妇 总是在女儿成长了之后 会希望说自己的女儿 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 也怕自己的女儿戳头的年华 那可能在这个择偶条件上 可能会越来越趋于劣势 那可是有时候这种情感是很矛盾的 就是女儿没有男朋友的时候 希望她赶快交个男朋友 不然怕说这个女儿没有人要 可是你一旦 女儿真的要嫁出门的时候 那个就像是真的要把心头肉 割掉一块一样 那种心情 其实她有时候是很矛盾 很挣扎的 又希望女儿有好归宿 可是又担心说 女儿离开自己的照顾之后 是不是真的能够 向自己照顾的那么好 对 因为我们的文山爸爸 在剧中饰演这个依庆桑 真的把女儿照顾得太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依爸爸 其实真的从回来之后 以前是你教他贏了 但是那一年贏完了 没问题 其实所有的家事 都是他张罗 当然 所以他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你嫁到人家家里头 不会 不会做家事 真的是 结果真的是如他所说的 不会做家事 他这个真的是担心 然后他要嫁 他也在拎包袱 也在整理他的包袱 那我婶婶 我婶婆就说 你看保护要做什么 要嫁人家 他说到时候 不可以做 不可以扔事 不可以生日 我可以帮他 那我婶婆就说 你是嫁妻子 不可以连中人都嫁妻 我爸爸才恍然大悟说 我也要让我真的长大 所以这个 这个那时候 他跟我讲这些的时候 我爸跟我讲说 我差一点 把我那样的带你去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感觉到 爸爸的爱 爸爸的疼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办法 你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一个家庭 在去走入婚姻生活的一开始 其实你对于自己要结婚这件事情 有没有抠画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蓝图 当然有每一个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子 结婚 她自己总是有一个 幸福美满 家庭的蓝图 那我 我从小就是没有妈妈 我也想说 我把我自己的家庭 经营的 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美满 都是这样子 可是 点点点 点点点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未来都会看到很多的风风雨雨 其实自己的心最要紧 因为我自己 从婚姻的过程之中 我自己也一直检讨自己 就是 当我嫁的时候 是 好像心里没有一个很踏实 没有一个很安全的感觉 我嫁的时候是没有这样 因为离开了我爸爸 没有一个很安全 很踏实的感觉 所以演变成后面的点点点 我们还以为说 是因为你知道 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 依靠的肩膀 一棵大树 可是原来不是这样子 不是 那时候是 心里想着 就是说 就是 我那个阿姨 她 我们两个的 就是 频率不对 我一直想说 我既然跟你 频率不对 那 我呢 自己也可以 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 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可以不用依附着 就是一个很矛盾的 可以不依附在你们的 爸爸的愉悦之下 可以不用跟你面对面 我可以自己出来 组合自己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时候的心情是这样子 可是组合了家庭以后呢 当然蜜月期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然后 先生就上班了 他的上班的不正常 然后常常又是我自己一个 看着整个家里 就会觉得那种 孤寂跟安全感 就都没了 我想请问一下文山大哥 你觉得依爸爸在 女儿出嫁前后 他有没有意识到 其实是这个 这个状况 其实 依爸爸他绝对是有 很强烈的感觉的 因为其实就像说 自己的女儿从要嫁出去之前 他自己的内心的挣扎 好比说 他不知道自己是要抓住 还是应该要放 是应该让自己的女儿 继续留在自己的身边 让自己尽全心的照顾 还是应该要让她 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然后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 然后去面对这一切 其实在她心里面 本来就有很多的不舍跟难过 还有挣扎在里头 然后等到女儿真的嫁出门之后 其实她的空虚落寞 她常常会去看女儿的房间 然后 你可以了解那种情感 因为我现在马上想到 我有一场戏 就是自己一个人 然后到了女儿的房间 我突然觉得 原来失去女儿的心情是这样 因为自己还没有当过爸爸 那你没有这种经验 可是当你在那场戏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原来当爸爸 然后把女儿嫁出去以后 一个爸爸竟然是 这么的伤感跟落寞 我坐在那床上完全体会到 所以我可以了解 依爸爸当时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尤其是他一直把女儿 照顾得那么好 然后他担心说 女儿到了婆家以后 他如果表现得不好 毕竟那个婆家那边 没有办法像他一样 完全去包容自己的女儿 就那么样去宠自己的女儿 那万一女儿在那边 过得不快乐呢 或是没有得到公婆的疼爱呢 其实对这个爸爸来讲 因为他父兼母职 所以他把爸爸妈妈的心情 通通盖瓜在他自己的心里头 所以我觉得 那种感觉他是 你可以说他是甜蜜的 但是他确实也是 会蛮伤感的东西 从爸爸回来照顾你 那时候小学四五年级开始 到你出嫁 当中这总共几年的时间 四五年级是待在身边 然后六年级要毕业之前 他到医院住了一整年 对 一整年以后回来 就是初中三年 那高中三年 高中四年 那就七年 那七年高中毕业两年 三年才结婚 是 那他十年 十年多 十年是我人生最璀璨的 这十年 因为有依爸爸的关系 我想看到这边已经 电视机前面很多的为人父者 如果你已经嫁过女儿了 大概很多的心情 会再次的涌现 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再来 回味这样子的一种妇女情感 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光合一加一 要感恩两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 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